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两个也不错 虽然我们老师不是神明 但是他们很光明 首先我们来欢迎陈冠宇老师 大家好 老师你好 以及周英俊老师 大家好 还有阿美老师 老师好 来 不可思议的救命神迹 有缘自有神来助 首先欢迎林志文 林志作你好 欢迎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好朋友 高雄的思安 欢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欢迎大家好 我是思安 来 接下来欢迎我们的新人 玉峰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高雄来的玉峰 玉道峰 玉道峰 堵到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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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首先问一下思安说 你拜财神爷求令牌 不只开运忘事业 还曾经救了你一条小命 对 这是发生在2023年 去年的时候 我就是先去台中广天宫 是很有名的一个财神庙 我就去拜拜 拜完一出来而已 然后我的手机的那个LINE 就叮叮咚咚 叮咚咚咚咚咚咚 一个看来 又是电视通告 又是什么商演 又是什么业配 就很零 再没多久 有一天我还接到一个电话 就是公司突然打电话给我 他说你明天有没有空 临时要请你录一首男女对唱 我说我没有被知会 他说这是很临时 因为跟杨哲对唱的那个女歌手 身体有一点状况 那一天没办法录音 所以他请我去逮捕他 这个也是觉得很妙 因为一般我们是唱片 谁跟谁合唱 什么时候要发片 都是已经都排好了 结果就很临时 突然又有一个对唱的一首歌 而且这首歌叫千金瑞 现在很红 然后再来 那那个原来那个女生 我们都气死了 减心 这不是我的 这不是我的问题 一定是她拜拜 刚刚叫过去的 不是这样 真的是她身体出现了一点 但是你也很骄傲 对吧 他没说那些话 如果没骄傲也很难唱 因为也不好唱 但是谢谢大家的喜欢 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这个 就是她 她救了我一命 两百 这上面写着平安两个字 因为我每一年都会去 我们这一家台中广天宫抽令牌 然后呢 我现在庙里的东西都好精致 越做越好 做得很精致 很漂亮 对 好 然后呢 我就是去拜拜 我去拜拜 我拜完了抽到这个令牌之后 我就一直把它放在包包里面 就没有特别拿出来 结果就有 就是我自己的专辑要录音的时候 我也是录好了 可是为了两个字 有一首歌 有两个字 老板有意见 他觉得要把他改成能量 所以为了那两个字 我必须再跑一次 录音室 结果就是录完以后 为了那两个字 跑完录音室就回来 然后我有司机开车载我 我上了这个车子以后 我就开始 我手机开始 在回答一些问题什么的 我也没有注意那么多 可是突然有一段路 我听到 的声音 我想说这怎么回事 紧急杀的声音 我就把头抬起来 然后看到窗外 在我们的前面 没有多久有一台小货车 那台小货车 它就是这样 突然我抬头的同时 它来一个大转弯 呈现L的一个状态 然后就停在高速公路上 各位是停在高速公路上 我看同时我就 我就尖叫 然后开始所有的声明 可以哭 都哭出来 我的车子刚好就从他旁边 赶快过去 闪过 而且他说他从后面看 后面还跟了好几辆车 所以如果你没有处理好 就是连环车祸 好 我就会搓到没搓 然后一路上还是一直 一直就是自己跟自己对话说 没事 平安 回到家之后 我再整理我的包包 真的我现在说 又会比较车 又会像老板 就是平安这个牌 因为身边有缘 对 对 来 周恩君老师 哪些生肖命格2024遇到困难 也当惊险过关 对 因为人生在世 那些有时候没有人说 一辈子可以平平安安的 通常都有一些困难难关 意外 这些事情要来度过 但是有时候 我们讲说2024年是什么 哪些生肖可以困 就是遇到困难可以惊险地度过 那我们再说的就是流年 那我们现在看看到底 因为毕竟还 就是人在这个社会上 一定这个人生的走路 一定会有一些惊险的事情 但是如果说人家说有 有生肖有保费 有败就有走去 如果说你常常拜拜的话 当然他一定会 心灵一定给你救 所以没问题 然后我们来看看 到底是哪一些生肖 他2024年一定会惊险过关 不见得是惊险过关 反正世事能过关也算 来我们来看 第一点就是 属老鼠的人 如果因为属老鼠的人 因为新朱形 今年就是成年 2024他是成年 假成年 因为属老鼠是子 那生子成刚好是三合 因为三合他就是等于讲 光明正大的合 所以他就会怎么样 印势抬高 印势会一直的抬高 他能够让你化险 为夷柳暗花明 印势抬高 不会遇到困难去卡到关 所以属属的人非常好 能够有大吉 是属于大吉祥年 平安 遇到困难也会很 很安安稳稳地度过 我们说的就是 譬如说刚刚那个好像是车官 那有时候连前官也可能 可以安稳地度过 还有感情官 有时候感情官也很讨厌 你的另一半搞那什么 第三者那些都是很讨厌的事情 那情官可能也会度过 因为好的他就会留下来 不好的他就会延走他乡 因为如果离开你眼气的那个人 绝对是不好的人 记得所有的官都一定会过 所以叫做化显为夷 柳暗花明 再来我们看看属羊的人 太阳外人 因为今年刚刚好是天官贵人 来互助你 所以你碰到天官贵人会 逢凶化吉 痞吉泰来 对 有什么事情 他都能够以过天津 枯木逢春 枯木逢春这样 因为那种柳子 本来就已经很不辣了 但是春天已经到了 因为你的冬天已经过去了 春天到了 那个树就会开始在花芽 再重长 它就会更好 所以你就是像葫芦可以丰厚 可以顺利的意识就对了 所以是官官难过 但是官官都可以过 是相当的不错 所以任何的难关都能够 批吉泰来稳稳荡荡的过关 所以是相当的不错 他叫我去唱歌之后 我就去那个 官圣帝君的庙再问一次 官圣帝君 所以我心灵有给我創刀吗 不是 这个跟看伙似的样子 这竟然说今天要开刀 没有 我再来北京问 看看 也不是这样 因为 人生到了四十一二岁要改变 是很难的 对 心里很纠缠 要有勇气 对 然后这两间 我又那么主性的神明 我就这边问完 再问最后一次那个 再来就是属猴的人 如果属猴的人 因为今年也是一样 何太岁因为甲成年 猴是生 所以生子成也是三合 但是甲成年的成土 他过来生生金 土会生金 又三合又来生你 真的非常好 叫时来应转 苦尽甘来了 所以是红印高照 时来应转已过天青 什么事情都已经快要过去 你的困难 你的难关都已经够掉了 它不会再来了 所以说这一整年 这2024这一整年 会过得你的美好时光已经来了 所以说时来应转会建立佳境 任何困难都会稳稳当当地过关 所以相高的 相赢的 相处的 都是恭喜你们 今年2024年会非常非常的不错 太棒了 不只能够惊险过关 还可以稳稳当当地过关 财官或是你的任何的那个什么 平安官 还有你的感情官都可以过去 都没有问题 真好 赞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来 我们这个歌坛的新人 玉峰 社会走上歌手这条路 也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故事 我们等一下在一起听听看 但是先恭喜玉峰 发行了第一张的个人专辑 恭喜 谢谢 来 这个赌林哥 谢谢 谢谢 你这个有跟女生合唱 有 有 我是这一张专辑有五首独唱 五首合唱 五首独唱 五首合唱 跟哪五个 那个合唱有 还有一首比较特别 就是跟越南 越南的歌手 今天那个妹妹喔 对 越南的歌手 生的 长得很漂亮 这个是台语配粤语 越南妹妹一起来 一起来 来 这样是要怎么唱 对啊 你叫什么名字 他唱粤语 我唱台语 对 你叫星 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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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论清零喔 对对 真的就是清零 你要我听台语吗 听得懂 可以听得懂 你可以唱台语歌吗 会 会喔 要听两句了吗 好啊 对啊对啊 越南 你们有没有一段可以听一下 越南 越南 谢谢咱们 你 söz 我听得懂 哦 你应该摇 你什么 你们有没有一段行 我来说 你能不能奔他 彼得敏得 我即毅 愛情丟臉 聽我聽 謝謝 謝謝 買的優雅 優雅 優雅是什麼意思 是愛你愛你的 愛你愛你 掌聲鼓勵 優雅 優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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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雅 謝謝 優雅 謝謝 優雅 哇 越來越國際化 對啊 真好 優雅說 你從裝修工人到成為 整修 整修跟整修不一樣嗎 整修跟裝修什麼不一樣 基本上是差不多 差不多嗎 裝修當然是一個棺材 我把它整起來 整修是這個棺材 搬起來了 你去修理 對 完整一下是整修 他跟我說 他就是附著把一間過屋 把整做豪宅 對 這個好 我說 你這個從整修工人到成為 台語界的阿肚 他剛剛那個聲音 全是因為兩位神明的指點 對 大概八九年前 那個工程比較沒有那麼順利 然後我就去問那個神明 給我一個指示 然後他叫我去重拾國小 那個就是小時候的興趣去走 慢慢會走出一條路這樣 你小時候的興趣 興趣就唱歌而已 對 你小時候都聽誰的歌 小時候 小蕾花 沒有 小蕾花 我聽那個那個 寶蕾魚的歌 你媽媽唱寶蕾 你聽寶蕾魚 這是連人口腦 我叫寶蕾和唱歌不一樣 那個調不一樣 對 所以你就照心明的支持去唱歌就對了 對 就是去重拾小時候的那個興趣 那可是這樣忽然有得到這個方向 那要怎麼去做 他叫我去唱歌之後我就去 那個 那個 關聖帝君的廟再問一次 對 關聖帝君 想說心明有給我 有給我 創意嗎 不是 這跟看飯一樣 這間說今天要開桌 沒有啦 我又來北京問 看看 也不是這樣 因為 人生到了四十一二歲要改變是 很難 對 那心裡很糾纏 要有勇氣 對 然後這兩間我又那麼賭心的神明 我就這邊問完再問最後一次那個 關聖帝 對 他就出一支簽 就是現在 已經上這支簽 對 他就是叫我去走沒關係 可是一定要找老師學 這裡面有寫老師嗎 沒有 他的那個解簽的意思大概是這樣 因為我是當一問唱歌而已嘛 我不是問韻徒 我是問唱歌一路 能不能順遂這樣 然後我才下定決心去找老師 結果你找哪位老師 結果兩位老師 司安老師是其中一位 對 那學了不 司安老師因為是疫情的關係 所以三年半 後來就停下來 對 然後停下來 你才學三年半 疫情也可以啊 可以視訊學 老師就沒有 沒有 我沒有再繼續在搬 因為怕傳染病嘛 對 你也沒有人介紹 直接找司安老師 司安老師有沒有想說 嗯 立相 那可能也是沒有錯的 他在說很神奇 對 因為我根本也不認識司安老師 對 當時 然後就有一個朋友 他就說我 他問我晚上去哪裡 我說沒有事 他就說帶我去一個地方 結果就帶到那個 司安老師的歌唱班 我的歌唱班 然後一去就回不了頭了 可是四十幾年沒唱耶 你剛開始開口可以嗎 不是四十幾年 差不多二十年 喔 我還沒六十歲啊 沒有啦 他以前愛唱而已 沒有什麼在講 所以剛開始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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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 沒有 我的歌唱班比較自由 自由化 就是憑你愛唱的歌 你唱給我聽 我媽媽想跟你說 你下來之後我跟你說 哪裡好 哪裡 要省點的地方 馬上做指導 對 司安老師 但他一唱就很有天分了 司安老師比較沒有給我們壓力 可是這個時候還有一個壓力 當然神明也說OK 對 因為他家裡面 他剛出生 他有一對雙胞胎的女兒 對 三四歲 對 那你不工作了要去唱歌 那你老婆答應嗎 沒有 因為我之前求完 我就回去跟老婆說 關聖帝君贊成我去唱歌 然後我要找老師 我問他的意見 他說好啊 那你就去啊 你女兒也會同意啊 你不看他女兒好像關小音 對 對 對 很可愛 好可愛喔 對 他們小時候我們帶出去都 很多人要真的跟他們照相 對啊 好可愛喔 那剛剛跟他合唱的那個清零 就是太太的妹妹 對 小月子 難怪會覺得 對 是 是 你怎麼不請太太出來唱 怎麼請她出來唱 他不喜歡唱歌 他不喜歡唱歌 他不喜歡唱歌喔 對 拜託你唱什麼 我們這兩個女兒出來唱 謝謝 好 對 你剛才有來打歌嗎 有 我們沒有給你收錢 對 他笑把我們轉紅一下 對 而且他很妙喔 我就說 出唱片要花錢的 對啊 你錢從哪裡來 對啊 他就是去求 然後一般的掛畫 像這種掛畫很多人都會做什麼 撐吃不起 對 他會關雞 關雞嘛 我關了我雞 亂拌 其他人覺得是美感 結果這種就代表 你腦波是震盪不定的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你的運勢 你的事業絕對沒辦法 很快的回生 絕對沒辦法 就有神助來幫助你 所以 今晚你有空來開放嗎 挑加巴大神馬將手遊 即刻下載 對 對 很妙喔 我就說 出唱片要花錢的 對啊 你錢從哪裡來 對啊 他就是去求 然後那個神明給 就是給完了 他的案子就來了 對 完全靠整修賺來的錢 出唱片 對 對 就很奇妙 這個好 要不然你要對 有過來百萬 哪有可能 神明跟我講 微錄走來那個唱歌的費用 包括學費 包括這一次的專輯 都不會缺 他們會去想辦法 他們會去想辦法 神明 神明 神明就又給你送錢 對 不然我也沒錢 神明 神明跟佛山說 那個啦 那個啦 要快一點 你要二十萬不要收起來 對 反省貼跟你有五十萬不要收起來 不可能是這樣 很妙 不過講到這個因緣 我問一下林製作 林製作 在演藝圈非常多年 對不對 說圈中有哪些藝人 也是因為神明的指點 而爆紅的 對 小兄張秀卿一說 如果沒有高山岩土地公 就沒有女王張秀卿 小兄她是出生 在恆春的矽孤頭 小時候就喜歡唱歌了 六年 二年級的時候 參加他們地區那個宮廟 叫高山岩碑 去唱歌 唱一下兒童組冠軍 六年級的時候 表哥幫他報名中式六燈獎 放了一下平快 一站一站 半山過年到台北 他說這樣要做十個小時 以前 是 以前要 來比賽 你哈什麼 你沒有那個年代 你怎麼又出國恆春 對 然後 到他第十八關的時候 總冠軍賽的時候 那麼家裡窮 還借錢 請三台遊覽車親民親友 借錢去給他加油 中冠軍三萬塊 那時候冠軍三萬塊 剛好把遊覽車的錢付一付 但是他得冠軍之後 唱片公司趕快把他 簽下來當旗下藝人對不對 出第一張唱片 就倒了 我叫做倒了 沒有 倒了 然後幼小的心靈 他就想說這跟公司一樣 代曬公司倒了 悶悶不樂 就沒有什麼在唱 一直到高中的時候 又有人推薦他去唱什麼 全國歌唱排行榜 他慢慢才有信心又唱出來 所以他從八歲唱到二十歲 大家對他很有信心 結果他對自己沒有信心 為什麼 他爸爸 張爸爸說 不然這樣 賺年輕 回來嫁人生子幫忙進產 他也很難過 那這時候要求土地公 因為當地的土地公很靈 男生要去當兵 女生要去嫁 外地對不對 都要去拜 所以他跪在土地公面前 二杯 抽籤 抽到一支籤 就一支 我來解釋一下 製作 請... 這支籤叫做老帝腕 這個老帝腕 其實他是五代十國的 一個窮小子 但是落時他們母 岳父就覺得他相貌堂堂 就叫他們這個女兒嫁嫁 但是岳士的狗狗跟兄嫁 就很難忘了 怕他來本宰散 所以用一塊鬧鬼的地 還去淨產 結果劉志遠很厲害 他把它淨產之後 把那個鬼收服了 化成一支寶劍跟一本兵書 拆開之後 他沒怪是說 你快去做兵 去做兵回來了怎麼辦 做鳳梯 就跟雅蘭姐一樣 所以他這個故事 很好 上集對不對 他的這個詩文更厲害 他說 切瓶 將來味道是 意思是說 他這個小孩從小到大 扣山山幫扣人人道 運氣都不好 但是現在第二句 青運要來了 這是古詩 他說青運要來了 怎麼說 等於說下一首歌 你下去拼了 你下去拚了 你千萬不要說 你現在要退出 第三句就更清楚 英雄動作都留意 這個英雄就是有經營 卡帶CD是不是要錢 動作唱歌 跳舞也 都留意了 叫他說要繼續 和合婚蛋貴兒的意思 就像說 寒季不怕落土 只求吉祥代代拼 意思是說 這個蛋貴兒說 你只要吃紅了之後 不得了一直拼 一直拼 拼下去 結果 就是結果 結果我回來再補充一下 你這麼忙 很忙 他對高山鹽 走去到土地公園 是啊 結果怎麼樣 他下一首歌就唱到車站 那時候跟著 唱片公司叫他們去夜市 去宣傳 走了八個月 結果爆紅 紅遍全台灣大街小巷 隔年 想家的心情 對 金曲獎最佳女歌手 對 真的就像高山鹽 那個土地公白說 變成皇帝 他就是變女王 所以張秀卿 現在回去拜拜的時候 他都會再登上廟的拜拜 因為他說 沒有高山鹽 土地公 沒有女王 張秀卿 是這樣喔 什麼 來想家的心情 不過你沒辦法到金曲獎 對啊 沒關係 我們有陳冠女老師 對 什麼居家風水 讓你事業飛升如有神助 老師 會讓你的事業飛升 有如神助的居家風水 我們來介紹 怎麼去佈局 一個家裡面的空間 只要你懂得佈局 你的運勢就能夠改 命運命運嘛 你命已經定了 你媽媽生下來 你不要靠 我靠誰叫你靠 靠進去在那兒萬壇 靠就不要萬壇了 運要改 命有了其命 命先天 運是後天 我們可以運作 由我們自己來運作 相信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不要完全讓你的命掌控你 要用我們的智慧 掌握我們自己的後天的運勢 來運行 在第一個方式就是說 在我們書房的牆上 掛畫的模式要用什麼 步步高升 大家看這個書桌 在書桌的話 你不要小看一個小東西 一個畫 在你的牆壁的話 你要掛上一個擺設根畫 什麼 步步高升有沒有 一階像階梯 樓梯以上的 一般的掛畫 像這種掛畫 很多人都會做什麼 撐吃不起 他會關雞 關雞 有關了有雞 亂拔 或其他人覺得是美感 卻有這種就代表 你腦波是震盪不定的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你的運勢 你的事業 絕對沒辦法 很快的回升 絕對沒辦法 就要有如神助來幫助你 所以你一定要把他 有次序的排列 不管你由右來 由走去 如果大家有怎麼走 由右來 走去要怎麼分呢 你要步步高升升 這樣你坐下去的位置 的窗戶面在那裡 各位看看 這個地方窗戶面是不是在這邊 對 所以我要從裡面 走向窗戶外面 面向外面的名堂 走出去的話要步步高升 如果你走進來步步高升 要越窄越窄 收到房間來 收到家 變窄男 窄女 那就沒有用了 所以這個提供給各位 做參考這一個方式 第二個我們介紹說 窄屋的正南的掛位 正南掛位擺有鋁魚 藥龍門 自然你擺在你的桌上 不管你擺一個擺兩個 你想想 我在這個地方 有這個圖騰在這裡的時候 你每天的企圖心 就會創造本我的企圖心 人的企圖心過的時候 那自然就會成功 所以我常常講說 當然你要成功的時候 你要成功 只要你有企圖心 就一定會成功 但是你要成功之後 你還不要想成就 如果你想要想成就的時候 那當然你要求神拜佛 那個叫做 因為你本身的成功容易 成就不容易 成就叫別人 或是外在給你更強烈的自信心 你才有辦法把自己飛升上去 所以你要事業能夠飛往騰塔 你要能有如神助 必定你還有內在與外在 所以內在那就是屬於你的企圖心 你一定過就可以 要成功就很容易了 但要達到成就 自然而然你還要加上外在的神助 或是你的貴人來幫你的提拔 如果你有這些的話 才能夠創造你那一種成功 到達最後的成就 所以禮藥龍門是一個很好的擺設 可以創造我們人生的 從成功到成就的 以最原始的正能量 所以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不過講到跟神明的關係 問一下玉峰說 你會認官帝爺當乾爹 是因為你折了十年陽壽 給你的養父 對 因為又像老伯又穿那個 塞骨 又穿那個兄弟這樣 那個感情是很深的 我爸爸說阿堅 我可能跟兩天會來騙你 然後我跟爸爸說 我看你差不多 對 你是什麼回話 沒有 因為我跟我爸爸就是很 像朋友咧啦 像朋友咧啦 我們都不會啦 你太多了 沒有 因為已經到絕望了沒辦法 就是我開一點差不多了 今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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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空來開房嗎 今晚 你有空來開房嗎 我們都在挑戰吧大神APP 一起開房插花碰碰湖 等你喔 好 不過講到跟神明的關係 問一下玉峰說 你會認官帝爺當乾爹 是因為你折了十年陽壽 給你的養父 就是官帝聖君 就是我爸爸在66歲 官聖地君 對 官聖地君 66歲 我爸爸66歲 你也可以說自己呢 我都騙我 他來來來回 那年口腔矮末期 叫我們就回去家裡就是 準備 看他來 對 那我就是跟爸爸 因為爸爸就是教我泥座 又像老伯又穿那個 西湖 又穿那個兄弟 那個感情是很深的 然後我就捨不得爸爸 我就去武帝 那個官帝爺那邊求 然後我就去 只會去哭 哭完我又回去睡 第三天我去我就沒有哭了 我就跟官聖地君說 有 顧友你們鳳兄 那個老鼻三請空名 有請空名請出來 那爹主喔 今天去第三天來求你 求我爸一名 希望你可以求我爸一名 我心感情願這十年給我爸 如果我如果沒有十年 沒有你名字給我死 我爸我 我就不好 我就這樣說了 我就回來了 結果那一天晚上就 那個官帝爺就來夢裡 做了兩個動作 就是塞 那個黑色的藥丸 給我爸爸一顆 然後又塞一顆給我 他也沒有講話 然後他就走了 這兩個動作之後 就變一個很 兇惡的病魔要做我爸爸 結果我就把那個病魔抱住 叫我爸爸趕快逃 我爸爸就跑走 我就醒起來 醒起來就 那個院長就跑上來 跟我說 欸 年輕人 要趕快把你們爸看買對方 他我這裡真的沒辦法 我們樓下有一個 那個賣檳榔的老闆 賣檳榔的老闆 老闆口腔還十幾年 然後叫我們去找他 找到了 我們就問他是給誰醫的 然後再把我爸爸轉過去 高醫找那個主治醫師 結果我爸爸 那個醫師 一個療程治好 那個口腔還竟然好了 都沒開頭 沒有 他一顆 一顆很大顆的 那個爛掉的那個 像蔡輝那個很臭 就12天就慢慢消消消消 就消成一顆像痘痘這樣 好神奇 對 要不然每天都拚會差不多 我跟我爸爸說 我爸爸說阿健 我可能跟兩天就要聰明了 然後我跟爸爸說 我看也差不多 對 你是什麼回話 沒有 因為我跟我爸爸就是很 很真 像朋友 對 我們說不會 你太太多 沒有 因為已經到絕望了 沒辦法 就是 我看也差不多 官帝爺 就是官帝爺有閒的 對不對 然後我為什麼 孝心有啦 比較不會講話 對 為什麼 醒起來 是誰 所以為什麼 這支籤我會那麼信 因為就那個夢一夢完 然後有一些 有一些那個奇蹟之後 我就對官帝爺我就醒 後來你跟東寮宮的五弟爺結緣 也是一段不可思議的神蹟 對 東寮宮就是五弟爺的五福大帝 他指示我去往唱歌走 然後我爸爸大概 他66歲嘛 到75歲他又故隱了 就是身體又故隱了 然後那個期間 故隱 就是文養 身體又 對 就是故隱了 然後我就 前兩年我就來這邊 跟五弟爺又結緣 結果我一拜完我要走 就有聽到一個很 跟我聊天這樣 爹主 妳要關條啊 然後我就說 誰在 什麼跟妳說話 對 我就一直找 叫妳關條啊 捐一個廟的住宅 對 他知道他整修 已經在莫蒙 不是 他廟已經蓋好 那是代捐 代捐 對 關錢就對了 對 我就心裡 罵自己說 心裡感覺 結果那個想法 一晚 一晚又聽了一句 他的聲音又變比較沉重 你是聽不懂嗎 沒有 他變 他說 爹主啊 你來我關條啊 我就說 有人 確實有人在跟我講話 對 我連倒腳都吹 旁邊都吹 都吹不 就是有聲音 你不怕 就是會 我就說奇怪 這些神明 我都沒有拜過 有七爺八爺 那個神明的臉 是綠色的 我都沒看過 那 因為他說兩次了 結果那個廟 廟公就從外面走進來 可是很遠 我說 也不是他假鬼假怪 我就問他說 你們這裡有在用關條 我也不知道 真的有在捐助之後 廟公 你們這裡有在用關條 我說 有 我說這樣 我 事業不太好 收入不太穩 我 換一支條 要捐他說五萬 五萬 結果他就說 我就說 這樣我可以分級付款 一個月兩千三千 他說可以 我就捐 然後捐到兩萬多塊的時候 爸爸七十五歲又告營 告營 他這一間的神明 我有聽說 一星期間 我有聽說 他的主神 武府大帝是 第十電的 鑽倫王 然後因為有 前車之鑑 第十電的 鑽倫王 然後因為有 關帝的 鑽倫王 鑽倫王 對 然後我就 我就有前車之鑑 我就說 欸 這樣我就跟 神明 對 半部的問說 你有沒有 全力幫那個環間的人 很嚴肅 如果你有那個權 你就給我三杯 要扣個三杯 來我說 我爸爸最近身體很不好 是不是 關帝也給他的十年到了 如果是再給我三杯 扣個又三杯 然後我說 那好 那我這隻柱子我不要了 然後我不會癒好到 爸爸 我希望 我這支拿著鑽給爸爸 你還要援五爐 那好再贏三杯 扣個又三杯 對 就是這一尊 五福大帝 心塵則靈 然後 然後 不是這樣喔 因為他也知道我剃掉 結果他 答應我之後 一哥多月 你們知道怎麼上節目 是不能反駁朱淇琳的嗎 對 我說什麼 你就說 對 為什麼我說你心塵則靈 你說不是這樣 你第一次上節目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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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跟五弟也說 那個 我們爸爸 你還要援五年 好 他三杯 我也很天氣 然後 然後 一個月之後 我就夢到他旁邊那個 文判官 拿生死簿 他說 我把你們爸提到八十幾 我就跟爸爸說 這個夢 和我以前的夢 省省省省省省的夢 都一模一模一模 八十一歲 對 然後湊起來就是十五年 對 期待你大紅大紫 謝謝 來 我們請教一下阿美老師 哪些紫紋命格的人 二零二四年要多接近神明 OK 好 我們其實剛聽了很多 有關神明類別的故事 對不對 所以其實在命盤上面 我們會看到 我們的題目叫做 二零二四要多接近神明的紫紋命格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順便介紹一下 如果你上榜的前三名 就算沒有在流年出現 你們的命盤上 我們先講一下流年地之城的位置好了 所以你們命盤上面 從左邊上面數下來第二種 城 都要連命宮 對 然後 御豐的是命宮 對 斯安姐這邊也是命宮 也是命宮 林之座集二宮是不是 加加加加 對不對 我看一下 對 集二宮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你們有沒有上榜 上榜的概念就會告訴你 如果你上面的星象 你會對到上面有個星象 像御豐的上面是巨門 然後斯安這邊是天同火星 對不對 然後林之座這邊 上面寫的是天積天亮的這些組合 我們在官網幫我看一下 如果你有上榜 代表說二零二四年 你就非常 我們二零二四年是農曆年後 對 所以說過完年 大家過完年之後 你有沒有辦法得到避孕 以及這個避孕 會是一個什麼樣模式的避孕 我們現在看一下第三名 他就問他就公佩說 我來找這個名衣 或是來找這間打神開的 或是找這個第二名的這間 結果剛才公佩的 激勢的時候 你不要找名衣 你去找打神開的這間 你現在也想說打神開的 也不知道開得怎麼樣 雖然知道都醫生很好 你自己也很愛問過 很愛懷疑 Sugar Man 我們現在看一下第三名 第三名就是 如果上面是天童 你就非常適合接近神明 來 思安姐這邊上面是天童對不對 來 要特別講一下 如果你上面寫的是天童 就代表說明年越接近神明 你會發現你旁邊的親朋好友跟朋友 幫助的助力就會越多 貴人運勢就會特別強 所以你只要天童放在地之城的位 就代表說你做的越多 你得到的反饋就會越多 但那個的神明 比較接近的是那種 比較小的神明 他不是那種大的神明 土地公 類像這種土地公 或是比較一般的這種神明 你會覺得他會給你很像一個 好朋友一樣 接在旁邊的這種感覺 所以天童到2024年 做這件事情 通常來講 如果地之上面 這個位置通常出現天童 人員 貴人 遇到的朋友 都容易在這邊改變 你在過往的社交圈 所以天童走到這邊 社交圈擴大 對於這一年來說 反而是好事 所以不管像思安 我記得沒錯的話 好像兩位主持人 也是走天童的格局 在這邊概念是 我們三個就去擺 對 三個人都是走天童 概念說天童概念就是說 2024年是一個非常好擴展人脈 讓自己的福氣更足 但如果往廟宇裡面去走一走 反而得的分數會最高的一個組合 就在第三名的這個組合這樣 OK 好來我們看一下第二名 來第二名是我們的天基跟天良的組合 剛好林製作這裡是天基跟天良這樣 特別講一下 天基在這邊有第六感的含義 大家應該聽過天基不可洩漏 這個詞會對吧 天良這邊叫做老人心跟宗教心的含義 所以如果你走到這件事情 就代表說這顆星放在流年的位置 你很容易接近到的神明是大的神 天良是最老的 天良是最有 比如說最有輩分的 所以像剛剛的關聖帝君 這件事情就是可以 太上老君 太上老君 譬如玉皇大帝 這類型的東西都非常好 也就是說天基天良合在一起是大的神 所以天童算小的神 但天基天良是屬於大的神 越接近你就會發現 你會比較亨通的地方在於 你會得到很多新的想法跟思考 所以觀眾朋友如果你天基天良放在那裡 你會發現你去廟裡面走一走 你會突然發現 比如像林製作可能突然說 我突然覺得有個意象 我就可以做一個節目 或做一個什麼東西 我可以想到什麼東西連在一起 靈感 對 所以天基天良是靈感 如果你2024年盡量接觸天基天良 我去那邊我就可以得到靈感 所以天童是得到人 天天童是得到一種感受跟感應 所以林製作可以盡量的往廟宇去走走 其實我們不一定要什麼信仰 宗教信仰這種感情 你只要去那邊走一走 虔誠的經過 過去晃一下 或是有想到就走一走 狀況不好的時候去調整一下 基本上就沒有問題了 那這種感覺這樣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名 來 第一名是我們的地節地空 還有一個版本上面會寫天空 我記得司安節有重對不對 對 司安節有個天空對不對 來 這邊講 我要特別講一下 因為司安節的命盤非常特別 它那個位置除了是2024的流年之外 還是命功 命功代表一輩子 流年代表一陣子 就是一年 所以司安節的概念是 司安節的一生 都是被神明所保護的 我越來越有這種感覺 對 但是有個特質是 所有人 我可以跟大家特別解釋 如果你命功是有地節地空 或天空這類型的東西 甚至是司安節的本質是天童 就代表說 你在人生的旅途當中 水能載舟 亦能復舟 也就是說 它什麼都可以給你 就像剛剛三一姐分享的故事 我是很認同的是 因為在故事上面上面寫 基本上就是 什麼東西都可以給你 但也代表的是 如果你太過於違反 舉例它要你 比如說你得到這些東西 結果你的方式是 你不是給 比如說訓練下面的人 你不是教育下面的人 你不是付出 你用的方式可能是 我要藉由這個東西 炒地皮啊 賺更多錢啊 你拿去其他的作為 或是我不是以一個理念 在感染其他人的時候 它就會把你東西收走 所以概念其實就是 地空地節的形象 如果在命功 或在運勢上面走到 會變成你可以決定 它到底會往好的方向走 還是壞的方向走 也就是說 司安節因為運勢走到了 天空的這個位置 意思就是說如果在2024年 你要接近宗廟 接近神廟 這些東西來講 你要把東西給奉獻出去 但是你奉獻的越多 你就會得得更多 就利他 對 利他 利人就會利己 的這種模式 所以包含觀眾朋友 如果你命功自己有 或是你流年運勢走道 只有一個模式 出去的越多 進來的越多 但如果你一直進來 不讓他出去 老天爺就會讓你 讓他出去 舉例他可能會把你拿走 就叫做讓你生病 就出去了 你沒有辦法進障 你生病 我們不是這種吧 進障我們來 我記得沒有 吳云哥這邊是沒有的 吳云哥這邊是沒有 但三姐這邊就是一輩子 應該這樣 三姐的命盤上面寫的就是 你一輩子都必須為神明 做事跟幫忙 但他們會給你任何你想要給的 只要你持續的奉獻給 舉例 教育下一代 幫別人叫別人唱歌 奉獻給大家 然後做該做的 把它做完 基本上它就一輩子避應你 所以是一個天生避應能量非常強 對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你上面走到地空地結 以及天空的組合的話 盡量往中廟多走走 但是注意 任何你求來的東西 都必須要 丟出去 還出去 但不是給自己所用 得到更多 穿金帶銀這件事情 就會讓你被老天爺給拉下來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2024年的留言 如果走到這三名 盡量往中廟 宗教 或神明去靠攏 你會得到更大的避應跟保護這樣 來這邊問一下思安 說林園的土地公超靈驗 對 讓信徒開完刀不到 一天就能騎機寺的站起來 對 你想快一點好不好 一天就能騎機車 我說騎 站起來 她是我一個聽眾 以前我主持廣播節目的一個聽眾 一個大姐 這個廟是在林園的福德宮 就是學生的土地公爺 福德宮 對 然後她就是 因為大姐很重 很胖 百幾公斤 兩隻腳腳腳腳 所以無法承受 都要走路 都要捏歪 實在是太痛了 痛到也沒有辦法走了 所以她就一定要去開刀 因為那是她的地方的那個 自己的地方的廟 所以她就去問 問這個福德宮的土地公爺 然後她站那邊也敗到很有感覺 然後她就問她說 我該去開刀嗎 土地公爺就跟她說 要去開刀 然後她給了兩三個名單 她就問土地公爺說 我來找這個名衣 或是來找這間給我先開的 或是找這個地方的這間 結果土地公爺跟他指示的是 你不要找名衣 你去找給我先開的這間 她心拍也想說 她心開的也不知道開得怎麼樣 雖然知道都醫生很好 但是孩子也很愛問 又很愛懷疑 很會問 很會問 結果她就真的去選到這個心開的這間 她說那設備都很好 要去的時候 她跟土地公爺也有一個感應 土地公爺會來上他的身 她就會一直笑 像老大人這樣笑笑 她躺在那個手術床 床準備要進去的時候 她就感覺土地公爺陪著她 她就在那裡一直笑笑笑笑笑笑 然後再加上這個打麻醉 她就很自然地睡著了 那等她醒過來的時候 她覺得很奇怪 她事後跟我分享 她說奇怪 她都不會痛 都沒感覺 結果十五點之後 竟然她自己不用人膨 不用人糊 她就爬起來 可以這樣簡單走一下 然後就很快很快地 就慢慢痊癒了 所以她覺得說 很獨信土地公爺 後來她也曾經帶我去求土地公爺 去保宅庫之類的 來 我們就問一下林志作 您認識一位東港的總幹事 發願蓋廟之後 他不但病痛消失 神明還幫他找怕事 沒錯 這一間廟就剛剛那個施安講這間 再往北一點點 車程大概半個小時而已 他這個總幹事 叫做手術床 手術床 對 外廟 他差不多六十歲外廟 金庚什麼什麼 裡面鐵庚新生 外牆中幹 其實他一身冰空 但是都是土地公在幫你 胡無鐵這樣 他其實這個人很傳奇喔 很簡單就是 放下你現在所有的東西 去追尋你自己要的自由 也就是說 你應該是另闢戰場的時候了 你要做變換了 你要做變動了 你應該要能夠拿出你的刀 去殺敵了 而不是坐在原本的皇宮裡面 好好享受那個狀態 你自己要衝出去 你自己要做這些事情 改變 調整 建立新的戰場 他這個總幹事叫做手術床 手術床 外廟 他差不多六十歲外廟 金庚什麼什麼裡面 鐵庚新生 外牆中幹 其實他一身冰空 但是都是土地公在幫你 胡無鐵這樣 他其實這個人很傳奇喔 二十多歲做兵回來之後 他就做那個轎車的租刃 他那個時候二十波的部車 其實樓炭就錢了 但是他感覺說金錢不是萬能 因為他在三十歲左右的時候 他們家族性有那個僵持性脊椎炎 他說他這樣一個人走路這樣 都不會頑囂的 後面好不容易靠藥物 把他控制住之後 他就感覺奇怪 整身處都頭髮髮鬧鬧鬧 他說他經常都這樣 站在想要坐坐下來想要倒 倒就沒想說要爬起來 結果去檢查之後 醫生跟他講說 他的心臟比較難跳 這樣一分鐘跳七十二項 他只有三十六項 醫生說你這個如果沒有特別注意的時候 你的散手打不開 腦部缺氧也做植物人 那怎麼辦 很嚴重 他叫裝一種叫做心臟節律器 他讓你的心臟好像打棒不一樣 他是規律的這樣子 但是他有一個缺點 十年要換一顆電池 後面我發言說 解決心臟才嘴巴不開 原來那時候交際那時候都補兵兩人 他檢查發現口腔癌 他那時候 因為那個病痛一直來 人都不會蓋的 他會覺得萬念俱灰 他會覺得好 不然整齊 身體就交給北宮去發熱 他要幫北宮做志工 他說怎麼樣 他說他做一天賺一天 其實也很豁達 結果人家當時感到來說 第一次放輕鬆 三天 三天讓你找到醫生 很厲害 第二天那時候 因為他們家是 因為他都在浮層 他說他老婆在開冰店 他老婆的閨蜜找他 要去問美 但是他說 你怎麼看你這樣不接 他說 我老婆就去口腔癌了 他說這樣剛好 他剛好他們同學的老婆 對 哪有癌 去台北 一個羅醫生開好 他說這樣不錯 問一下之後 說去拍刀 就去開 他這樣 他說開得很順利 感謝土地公 為什麼 不耐一睡 會開的 對 不會耐一睡 你知道嗎 對 有一天晚上在睡覺的時候 他說這樣 滿天全煎到 水氣沖到 他就刺起來 管他做夢 因為八宮這樣 是什麼意思 他說 心裡面一個靈感 想說要開廟 要發揮 跑到廟裡面 咕咕咕 三個聖杯 他沒有當機 就問了一下 沒錯 他要來發揮 叫蓋廟 結果就聘任他為 建廟的總幹事 大家很努力 八九年前 已經蓋好了 就是當工尊導你的 很安靜 蓋好之後 他又不開心 不是 不輕鬆 為什麼 他們女兒在美國讀宿舍 為什麼要玩樂 人是韓國 他們太厲害 他怕他們女兒 後面讀宿舍回來 之後 不好嫁 太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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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有一個公德主 企業家 官五百萬 洛晨慶晨的時候 要幫忙說 要來那個請客 他就想說 剛好 他們女兒有回來台灣 不然我們來討請 結果那個大企業老闆 差不多六十歲左右 看到他們女兒 眼睛直勾勾 驚為天人 很快 他們女兒叫過來 來這裡 說比較快 他們女兒還沒娶人 要看到家語 快 來 加一個購物 購物 購物來購物去之後 兩年後結婚 現在三個女兒 好幸福喔 真的 所以這個 像我兄弟的總幹事 他說什麼 雖然他的總幹事 做的是無幾職 但是他賺很多 他說第一個 他賺到是身體健康 第二個 對 第三個他們的冰店 沒有忘記 一整年都在忘 因為他說 差不多按媽祖生過 跟差不多農曆差不多 九月份 都吃冰 我說其他的 他說不會燒仙草 作無虛息 所以他們和家平安 所以他很感謝土地公幫他 他現在身體真的 你沒說 不知道 裡面全無病 真的是土地公幫忙 好厲害 一個好圓滿的故事 來來來來 請教一下冠宇老師 有什麼風水小祕法 可以幫助我們 擺脫病魔的爪牙 只要懂得在家裡面 來運作一種能量 相信所有的病魔 都可以幫你做一個排除 所以可以幫我們擺脫 病魔風水的小祕法 來介紹第一個是 很簡單的方法 宰屋的西蘭方 西蘭方 特別要強調西蘭方 擺有平安如意的化病氣 平安如意 這是不是花瓶 對 花瓶叫做平安 花瓶在平安的時候 你看這又寫著 平安如意 那這個化病氣 本來是西蘭 西蘭就是我們的 一個宰屋當中的 我們講的鬼門關 事實上它就是 晦氣最重的地方 那我們才叫 宇宙自然氣裡面的 在西蘭這個位置 它就是比較昏暗的 那個氣流 就比較昏暗的地方 所以氣流昏暗自然 就會累積一種不好的氣場 這個不好的氣場 就是一種病氣 這種病氣 如果你家裡面 在這個空間裡面 一團糟 一團亂 或者說你的墻壁 墻壁子剝落 墻壁癌潮濕漏水 那你絕對這家沒有平安的 那你如果懂得 去把它整理乾淨 壁子剝落放好 雜物清好 那這裡面有漏水 趕快治好 治好之後來放上 平安如意 把它放上去的時候 這很簡單 你用玉石的 當然你不要去買那 黑漆漆的那個陶瓶 有些人買那陶 陶是黑漆漆 你就擺上去 事實上 黑上加黑 濁上加濁 那就不行 一定會亮麗 所以我就記得說 一定像這種逸品 他們亮麗的瓶 擺在這個地方 才能夠平平安安 所以幫你這個氣化氣 所以叫做把氣不好的清除掉 你擺上去 它自然而然 就可以帶給這個空間裡面 很強的正能量 所以你只要 常年病痛的朋友 這個空間整理乾淨 又擺了之後 你的一些病魔病氣 自動就消失了 所以很容易就解決了 第二個介紹是叫 載屋的臥房擺有火焰 俘虜化病魔 所以火焰 俘虜你看看 這點俘虜的時候 它本身上面都要煎 這個叫火焰 就擺一個像蠟燭一樣的 蠟燭的東西往上燃燒 蠟燭往上燃燒是火焰 火焰在燒這個地方 在臥房裡面 因為臥房裡面 它本身有病魔 所謂的病魔跟病氣又不一樣 病魔是 病氣是屬於那種 只有氣場而已 病魔是有無相界的那種神鬼 佛不好的那個鬼靈 附在這個空間 那鬼靈來自哪裡 有時候是你的煙勤在主 有時候你是外面去祈求 有很多以前剛剛 你像最多的時候是 台灣有那個樂透財的時候 大家樂的時候 很多人就去我來求很多 萬聖公子 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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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 送樂透 一會請到這裡 只會請回來不會送走 那這樣這次又沒有 或者說你出去得罪了 有得罪 像我們說看過 曾經看過的是什麼 比如說他去掃墓 掃墓的時候 尿急的時候 他們現在有的公墓 還是沒有廁所 他就去我靠尿尿尿 結果尿到了一些骨頭出來 結果把那個病魔就跟回家 那就魔 這個魔跟回家以後 就帶給這一家人 就一直不平安 那不平安這種情況 很容易解決的 就是說你只要在你臥房裡面 火焰 葫蘆 有一個葫蘆 那個病火焰在這裡的時候 加上這個葫蘆 這是火焰 因為我們的土色比較堅定 那這個就葫蘆 葫蘆一樣買那個堅頂的 有像火焰在燒的 那這個葫蘆 如果你找到有這種八字型的葫蘆 它才能縮腰 所以那種魔就是腰 所以我們把腰縮進 在葫蘆裡面 自然而然整個消失 這個消失你自然就化掉 那要最好的話 如果你買的這種火焰 那下面這一個用什麼 下面的這一個火焰下面底座 裡面能夠塞一點鹽巴 那有些我買的是堅定 筆座那時候什麼 你用個塑膠袋 或者紙袋包點鹽巴 放在底下壓住 或者是在葫蘆裡面 丟點鹽巴進去 你把膜化掉 那個膜會對我有傷害 反而我們把它化為為貴人 所以這個我就等一下選這個 就是說葫蘆裡面還有鹿 有鹿的人要在這個地方 就是財鹿 所以我把病膜 這是對我有傷害 我反而把它化為膜 化為神 化為貴人 所以不要怕膜對我有傷害 但是我可以請求他來 甚至還可以幫助 我的事業輝煌等等 在我的健康快速的癒合 所以有時候很簡單的 一樣擺設 自然而然就可以帶給我們 一家人平平安安 所以能夠把家裡面 所有的膜不好的氣場 完全地排除掉 所以只要你懂得做 相信全家都是平安的 各位做參考 謝謝老師 好 來我們來數字測驗 未來一個月我在哪方面 神明庇佑 好 來我們的幸運數字有 38278691 42136358 來 跟神明的這個緣分 思安倒是一個很好的見證 所以你在土地公的指示下 你當年毅然地放下了 電台老本行 對 去做模仿秀 然後不但順利還清了千萬債務 這十年來也越來越順利 越來越紅 我的聲音其實在大街小巷 你們都聽過 就是你如果聽到那個 我坐在車 來燙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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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有燙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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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燙 去配合他超級魔王大道 他们找了一个话题 就是他那个时候模仿非玉清 然后需要有一个 纯条和纪纹的桥段 所以他们就找找找 他们想找江慧 跟江慧有关的 结果就跳出来 在电脑里面跳出来 因为我曾经有一张专辑 叫做我不是江慧 那么他就展展找到我 希望我可以跟他去搭配那一集 结果真的去了之后 造成当时应该是收视率最高的 非常高的一个收视率 然后之后他就顺利就成为 魔王大道的第一名毕业 然后再来他们要办第二季了 他们就来找我 希望我能够去 可是我这个人就这样 其实表演我可以 但是比赛我觉得有障碍 他们就一直来说服我 后来我就好 就去参加 然后在参加的过程当中 你就是要开始跟电台请假 然后又遇到 有时候电台会办促销 那促销的时候业绩也很重要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遇到这种促销的时候 业绩你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跟听众考 我现在又有这个压力 现在大家都在唱 你不用帮我倒三天一样 是 如果能继续留在电台 就是都可怜了 拜托的之类的 万一这一招又不行 要人也要行 所以我就会去拜 拜那个土地公廟 那土地公廟就跟阿保在库 有球 还有人 还有心 业绩就会忘 但是你常常这样 又遇到我去参加那个 魔王大道2的比赛 我后来也是去请示的 土地公廟 我就问他说 我到底能不能先放下电台 我心中有一个已经想好 就是说 我是不是先放下电台 专心的去把这个比赛比完 结果他给我的回应就是 是的 然后也回不去了 所以我后来我也就离开广播圈了 但是我 但是总是 爱说不的人 都会心里还有一个广播的梦 还好这几年很流行Podcast 所以我也有自己的节目这样子 对 就继续的延伸下去 成为一个全方位艺人 对 现在就当艺人 然后也就 我觉得也很感恩 就是刚刚老师说的 我觉得我这几年 颇有那种神机 神明的那种缘 我真的有这样的感觉 最辛苦的已经过去了 越来越顺 就越来越顺 谢谢 看我们还能够做什么 好不好 来 美老师 哪些只会命格的人 2024年适合转职 或者是跳槽 OK 好 来 这个题目呢 不是说我们等一下要上了榜 你就说我上了榜 我是不是要转职 不是 我们有个牵前条件是 你想转职 或你很犹豫 你现在的方向到底对不对 所以等一下上了三榜是 你可以藉由这样的星象 能量 在2024年转职 所以我们位置 一样看到我们流年地之城的位置 就有一个转变的机会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三名 来 第三名是我们的太阴这颗星 来 三位来宾都没有嘛 对不对 来 我特别讲一下 太阴这颗星在2024年适合转职的原因 是因为你在2024年会进入到一个 自我反省的阶段 太阴其实就像月亮 所以2024年的能量就是告诉你说 你应该去好好思考一下 你需不需要转换一些跑道 让你有一些改变跟调整 所以太阴的能量一旦到 就代表在2024年里面 你需要做的事情叫做自我反省 去想你的方向到底有没有跟你自己内心想的 真的是一致的 所以其实适合自我反省 而藉由调整去转换跑道的 所以才是我们的第三名这样 我们看一下第二名 来 第二名是我们的七煞这颗星呢 三位来宾也都没有嘛 对不对 来 七煞我们知道是个将军 七叫做七情六欲 杀叫做杀出去 所以如果你在流年运势看到七煞两个字 很简单就是放下你现在所有的东西 去追寻你自己要的自由 也就是说你应该是另辟战场的时候了 你要做变换了 你要做变动了 你应该要能够拿出你的刀去杀敌了 而不是坐在原本的皇宫里面 好好享受那样的状态 你自己要冲出去 你自己要做这些事情 所以七煞叫做改变 调整 建立新的战场 所以反过来七煞也很适合自己创业当小老板 所以如果观众朋友你有想要转职 七煞其实是一个你可以勇敢冲出去 建立自己的战场 把这些事情都转换到自己手上 你不知道看了这个我们六十岁也冲出去 我觉得在意象来讲 六十岁做转换不一定是坏事 因为有人到六十岁七煞是 我反而很勇敢地 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比如像篤林哥 勇敢去做直播 这种概念就是一样的 这样子 对啦 你应该不只六十吧 还没搞 还没搞就不可以演下去 应该这样讲 我们虽然说是转职跟跳槽 但其实就像刚刚篤林哥特别提到的 如果你的年纪到了一个定点 其实叫做 你有没有做事跟一个成就感的累积 你不能说我过六十岁 我一退休我就什么都不做 所以不一定是一个 一定要往工作上面转换 而是一个实际上面 要转换的一个特质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名 来 第一名是我们的破均这颗形象 而三位来宾刚好也都没有嘛 对不对 好 来 在转职里面碰到破均 破就叫破号 破水 砍掉重来 所以破均的意思就是 你应该要重新建立起自己的规则 去做完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不管你几岁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状态 你只要遇到破均这颗星 重新调整自己的步伐 把你原本的东西丢掉 换一个新的进来 改变想法 在2024年你都很容易顺遂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你是上榜的前三名 如果你想转职 努力地改变 努力地调整 你一定会有非常好的结果 谢谢老师 来 接下来我们希望 跟三位特别来宾一样 有神明不比 好 来 我们来数字测验 未来一个月 我在哪方面 神明庇佑 好 来 我们的幸运数字有 3827 8691 42136358 来 您自作 好 8358是 不是 6358 6358 6358 4213 4213 来 玉峰 8691 8691 谢谢 3827 3827 我也是8691 8691 你呢 1 2 3 8691 你干嘛 不告诉我 你还看我一直指过去 我们来看看 未来一个月 我有多一方面的声明 来给我帮助 来 庇佑我 来 我们来看看 3827 3827是 陈老师显得 观众朋友显得 到底在哪一方面 有神明庇佑 来 狐心高照 狐瘦康磷 身体健康方面有 狐心高照 其实对 年轻人可能觉得没什么 因为年轻人觉得 身体健康没什么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神明也会保佑你 没有意外 可能就最重要了 对 年纪大了当然不算疼 不怎么就很好 只要就是这样子 我们就觉得很快乐了 对 来看8691 8691 很多人选 逸峰选的 还有阿美老师选的 还有独特哥选的 观众朋友选的 到底是在哪一方面 能够有神明庇佑 同志愿 你平步轻盈事业 工作事业有神明庇佑 漂亮喔 漂亮喔 工作事业方面会非常的顺利 非常的成功 太可爱了 能够平步轻盈 那做生意的人能够功成名就 那如果说你是做服务业的千克万来 可能只是假日才满而已喔 才满喔 那现在可能会天天满喔 非常好喔 所以说加上不错喔 那个就是工作事业上面 能够得神明庇佑 再来我们看看4213 4213是 十安选的 观众朋友选的 到底是在哪一方面 能够有神明庇佑 八面玲珑左右逢眼 是人际外延有神明庇佑 对喔 对 人际画面非常的不错 你会认识一些很不错的人 他可能会认识一些 网路的那个叫做什么 就是这些网路上面的那些 经营方面方式 那你会认识很多很多的朋友 走到哪里都受欢迎 所以是在人际方面 八面玲珑左右逢眼 好 太棒了 我们来看看 6358 住门显得 又有亚兰显得 观众朋友显得 到底是在哪一方面 是得到神明庇佑 财神也对你很好 那个财印让你直线上升 财神也健顾财季纵 所以是天降恒财 能够让你获利很多 所以是不用会很大的心思 你都会能够得到 很好的缓印回来 所以是财神也来庇佑你 队长不错 谢谢 来 节目 玉峰 宣传一下你的新专辑 不要紧坐 你刚才已经撞过了 你好 阿公的声音 讲褐色 我这张专辑主打歌 遇到风的主打歌是 心让你吵起 然后我这张专辑比较多元 它是 它没有CD 是USB 我第一次看到 然后上面还有我的那个 照片的雷射 对 照片的雷射 是喔 那特色就是 我就是五首个人唱家 五首合唱 然后有一首男男唱 男生配男生唱的歌 也是很逗趣 对 然后还有三首是 传统的台语男女合唱 对 很多元 对 希望大家各位观众 多多帮我点阅YouTube 谢谢 谢谢 大家感谢收看 拜拜 拜拜